有句诗文 一片冰心在玉湖 形容了人的清廉正直 而这句冰清玉节王冰玉 一片冰心在玉湖 被改编的唐诗 巧妙地展现了前中国女子冰湖队队长 王冰玉的身份 形象和个性刻点 说起来 王冰玉差点起名王玉 后来因父亲对冰上事业的热爱 想要在下一代身上得到传承 才起名为王冰玉的 那么王冰玉的十八年冰湖之路 是什么样的 又是如何让冰湖项目 逐渐家喻呼啸的呢 会议后王冰玉的下一头在哪里 本期小咖说 就来探秘冰清玉节的王冰玉 王冰玉出生在俺们老家东北 他的冰湖之路并非偶然 他的父亲是一名冰球教练 上中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 王冰玉尝试了一次冰湖 就喜欢上了这个项目 2009年女子冰湖试锦赛上 王冰玉带领中国女子冰湖队 在决赛中战胜瑞典队夺得了冠军 实现了中国在该项目上的重大突破 正因如此 冰湖也就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 18年的冰湖道路 从中国队的默默无闻 到奥运会的铜牌 从场馆的划线缺失 到自我修炼的志冰师 除了赛场上的四磊 队长 台下的王冰玉 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每次出国比赛的采访等活动上 她总是会成为中国队的担当 网友在线佩服她的口语水平 18年的冰湖道路 王冰玉除了责任 更多的还有热爱 这份热爱还源于王冰玉的生活 在生活中 王冰玉酷爱唱歌 可以说毫不输给专业歌手 那么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 王冰玉的歌声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是纯卡拉OK歌手 我们在电视上 看见的都是专注的王冰玉 心思缜密 运筹帷幄 精准投胡 可以说是非常严肃了 而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上 我们看到的王冰玉 十分幽默 这样的反常盲 也更让我们坚信 王冰玉对生活的热爱 在2016年的时候 中国队陷入低谷 爱女小橘子刚刚出生 王冰玉便付出冰场 升级为妈妈的她 更加稳重 带领着中国队 走进了平昌冬奥会的赛场 退役后 我们常常能在社交媒体上 看见小橘子的身影 在一次辅导女儿功课时 王冰玉这样说道 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辅导功课 就已经要叫我半条命 这要上学可怎么办啊 默念十遍 亲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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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表示加油 还有更崩溃的 这让我不禁感慨 世界冠军也有这么一天啊 而今天的王冰玉 虽然已经退役 但是她仍然从事着 与冰壶相关的工作 在北京冬奥组委 体育部冰壶项目竞赛主任的岗位上 继续为冰壶运动 在中国的发展而发光发热 相信热爱生活的王冰玉 一定能够将自己的梦想实现